来 奶奶对不起 今天这个时候 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赵小冬 黄小琪 你一点都没变啊 你以为我不敢换手啊 我换手啊 你动他一下试试 奶奶你是知道的 我们村里这些人 都是个什么情况 他这一回来 禁给我添乱 把他们带得更不务正 再跟我俩 不想借一下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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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冬 我告诉你 打得对 打得好 就得给他个教训 让他清醒清醒 思琪啊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呢 看看你他那轻描淡写的 还手下留情 快时间再打一下算我的 不是不是 你等一会儿 我是亲生的不是 谢谢奶奶支持 不是 你怎么不是好歹呢 我是在帮你 谁不是好歹 你一前到晚就胡说八道 你一问问他 我是不是小冬 小冬 小冬 出事儿了 出大事儿了 不是 能说不能说啊 就是昨天 昨天在我直播间 看我吃惊一些网友 今天来了马上下单 一口才订出四十只鸡 还是三十多斤 损医 香菇 共计是六千二百三十块钱 思琪 你给我下年五千块钱 销售任务 不到一天 我全都完成了 你怎么办 那什么 别 别愣着了 赶紧立刻马上给我道歉 我可不是那种 既吃不既打的 一顿饭就想过祸 刚那事儿要是传出去啊 有会说不会听的 舌头底下压死人 我还要不要脸 别给脸不要脸了 那饭我是给奶奶做的 能让你上桌就不错了 黄思琪 你是不是离开云川这种地方 在外面一天都活不下去啊 愿得回来做村官呢 你还是操心自己吧 没我照着你 你在外面是不是到处受人欺负 过得很糟心啊 跟这儿比外面就是天堂 也不能这么说 反正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那就是地狱 地狱 钟晓冬 你真这么恨我 这 这 也不是恨 就是单纯地害怕 却因为你有我连女朋友 都不犯着 有时候我看见那个黄色就黄 我那个心就腾腾腾腾 我都都怀疑 我自己是不是变态了 这句话你一定憋了很久吧 你说两句好听的就过去了 没事 那你是怎么确定 你还没有变态呢 没错 我一点都不同情他 反而有些幸灾乐祸 没有交过女朋友这一点 真的是太棒了 好 今天这顿饭 就正式给小董接风了 来 借奶奶的洋美酒 敬你一杯 不喝 说好的赔罪怎么改接风了 你干脆说这是年夜饭做 一点诚意都没有 奶奶这酒好甜啊 甜吧 有米饭 回头我教你 好嘞 小董接风 我只有一个问题 这些菜真是你做呢 瞧你那点出息 我也只有一个问题 你煽动村民当主播 就是为了提高带货销量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 什么叫煽动 我那叫鼓励好不好 鼓励他们找到自信 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梦想 铜马蜂窝也叫梦想 梦想本来就不分高低 有总比没有强吧 我跟你说 你那一套手段 对于村民来讲根本就无济于事 只会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 甚至激起逆反的心理 我 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能不知道 那你能保证 你的那套直播大法 就能歪打正着吗 首先我想请您收起 对主播这两次的成见 不要觉得他是不务正业 成年人的底线 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 还有包容 不如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二十万的销售任务 在完成之前不可以离开 在此期间 村民要是出了任何问题 我拿你问责 那交易的条件是 你可以继续给他们上课啊 我上课 我卖货 我还得负责 我 还有一点 不可以影响到我们村的 正常生产活动 就像收局幼这种的 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 您先等一下 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 我跟你合作能得到什么呀 我又不是做慈善的你 不同意 拉倒 不同意 二十万 太少了 至少十倍 两百万 不止两百万 再加上你那一千吨的剧药 全保我身上 记得自己回来啊 记得自己回来啊 还不到中午 果园中成熟的菊佑 竟然已被采摘一空 如果这是梦 我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直播呢 虽然简单 但是不视频的效果 现在当红的美食博主 都是通过简洁 丰富场景还要画 再加上一些小特效 小音乐 增加了可汗性 这会不会太复杂 太小看你唐哥了吧 这有什么呀 我看我干比他强 是吗 你看啊 你唐哥这双手 就我年轻时候 就我凭着这双巧手 把你大嫂子给追回来的 我是实际的八相能够巧匠 开玩笑 这个小眼见我还能明白他 这是挺肉头 是吧 我没有白 这其实挺简单的 这给他来一道 把这家手小小小小 小音乐 小音乐 你不看 黄大侠怎么又是你啊 我往那儿 别放了 小鱼竿 赏你 我不是猫吃什么小鱼竿 是不错啊 来了 你收拾啊 这可爱 比小猫还可爱 你干什么了你 别动 我 不不不 那个 那个地啊 我家里还有点急事 我得先回去 你还有什么急事啊 有点急事 老唐 黄思琪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我们已经长大了 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 我就喜欢动你 怎么了 别动 过来 我得摸摸 还没摸够 再低一点 太高了 你又做错 真笨 你不打我了 干吗打你 笨又不是你的错 再说 总打头会变更笨的 你已经够笨了 乖 把这都挤在嘴里一遍 我看着你写 多亏有你 看来 我们家房子 是有希望保住了 等会儿 什么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要是网销局务的计划 没有完成 那我就把我房子 还有宅基地 都抵押了做贷款 来补偿村民们损失的差价 那可是你们家 祖传的老柴啊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敢把这事 说出去我弄死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 让你认识到压力啊 你买房子 我能有什么压力啊 听我说完 我会兜底的事 你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 他们要是知道就不怕了 还有我大姐他们也得瞒着 不然肯定闹翻天 想得还顶周去 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 反正有我在 绝对不会有问题 小冬哥 小冬哥 出大事了 黄株蜜也在 那我没事了 这儿了 你这是找我的 回避吧 你这是找我的 说 什么大事 我需要找我的 小冬哥 你帅哥 小冬哥 起来